新竹大秘寶开挖 棒球场挖出废土砖 快焊废气电缆 问题一箩筐 外界炮轰 前市长林志坚留下烂摊 他发声明呼吁检调 尽速调查 更直指高鸿安担任市长 就必须解决问题 验收前发现有瑕疵 就应该回到契约本身 要求厂商改善 话锋一转要高鸿安 面对个人受贪的司法案件 忘了一看惊呆 了不起叫别人负责 这句话讲的意思就是 高鸿安的事不是他的事 最后你要求厂 法律问题按照合约 你去找这个厂商求厂 当然跟我没关系 去告厂商 跟我你之间什么关系 像你之间的市长 觉得他自己是局外 他呼吁说要解决问题 他应该也不会忘记 说这个问题是谁提早出来的 有望翻出过去林志坚 面对棒球场争议是这么说 施工的过程 我都是高度参与 都会经常到工地去巡查 网友直呼光是这句话 剪掉根本可以抓了 承认自己都在现场 那图里面有什么应该很清楚 亲自监工 上法院可不能忘掉这句 同党的王世坚 对于林志坚 卸责甩锅 炮火猛烈 照比例原则来看 公安那个助理费 冲击他那六十万的差额不是吗 这个是十二亿耶 他在讲什么 我觉得这个时候最好的就是 林志坚你要闭嘴 你闭嘴的 你就点点 林嘴更断言 林志坚的政治生涯已经完完 文燦的败选报告里面 点名谁 林志坚 点林志坚 点林志坚 背后有一个人 柯建民 被点到名的柯建民 则划清界限 新竹市的事情 当然新竹市的议会 要去监督 当市长的 他好嘛 市场做好就好 不要再做前女政治的操作 在一档炮轰 十二亿的蹦球场 和林志坚的硕士论文一样 一旦掀开恐怕还有更多料还没爆 记得是小龙林沛杰 政治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林沛杰 从生活消费政治议题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 请您锁定中市的日子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